当我爸爸妈妈的人都知道 如何给自己的孩子起一个寓意好 朗朗上口又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 那绝对是一门大学问 相对于给孩子起名 经营者会给自己的商品 服务起一个好商标 则更为困难 因为商标申请只有满足商标法的相关法的规定 才能够获得注册保护 而其中显著性商标获得注册的一个前提条件 有朋友常问我 是否实际上一些流行语 有创意的句子 可以作为商标进行注册申请呢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 首先 这些流行语确实都自在有料 比如歌手周深一句吐槽 少管我爆红网络 成为年轻人表达态度的流行词汇 演员月云鹏 我的天哪的表情包 已经成为大家表达震惊的首选 如果能够把这些流行元素注册为商标 对于经营者来说 确实有一定的商业价值 于是乎聪明的商家们立刻开始申请商标 但是呢 结果并不都令人满意 例如周深所在的公司 就在45个类别申请了 少管我商标 在最终全部被驳回 而且驳回副审也全部失败 国家知识产权局 在驳回副审决定的书中认为 少管我是日常生活用语 以此作为商标 指定使用在副审商品上 消费者一般不会将其作为商标识别 违反了商标法第11条 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而我的天哪 作为商标申请也遇到了不回 不会理由和少管我类似 我的天哪 为普通日常生活用语 作为商标 指定使用在商品上 不易使消费者 将其作为商标识别 难以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 缺乏商标应有的显著特征 可是少管我 我的天哪 这种流行语本身 并没有直接描述商品和服务的特点 为什么不能作为商标注册呢 究其原因 我认为主要是因为 这些商标缺乏固有显著性 我国商标法第11条一款 归应了缺乏显著特征的商标 不得作为商标注册 其中第12项 都是商标本身和指定商品服务 有一定的观点性的 比较容易让人理解 而第三项 这包含了许多缺乏固有显著性的特征 其中就包含了日常用语 商标审查实际指南就规定 常用 助送语和日常用语 是指平时工作生活中 或者节日中 经常使用的词汇或短语 不具备商标的显著特征 通过手览数据库 我发现 近些年被视为日常用语而博会的商标 大致包括如下几类要素 日常助送语和惯常表达 这些历史中被博会的商标 大都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惯常表达 一般消费者很难认为 比如吉祥好运 或者我爱做菜 会是某一个商品或者服务的商标 因此这些标志本身 恐怕难以起到商标识别产品的作用 日常口头语 以上都是日常生活语言中的短句或者短语 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用的太多了 一般消费者很难能够想到 例如你真逗 能够成为某个企业 在第35类广告 进出口代理等服务上的商标 如果真的作为商标或者注册 并被某一个商家所独占使用 反而让人觉得有表动 日常用短句 以上都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短句 普通公众很难想象 比如快来抓我呀 这样的句子 可以成为注册人在教育 为娱乐目的 组织时光表演 等服务上的商标 宣传用口号 至于口号商标 虽说有一部分口号确实具有一定的创意 但是相关公众仍然大概率会觉得 这是日常生活中对于美好愿望的创意性表达 而不会和特定的企业的商品或服务 联系起来 那是不是把日常生活用语 换字后再申请商标 就可以不被谁日常用语而驳回呢 比如有一个企业 将留生女吃了个寂寞中的寂 创意性的修改成 吃了个芥末 然后申请商标 不过结果仍然是没有被合作 该案的审查员认为 申请商标吃了个芥末 存文字构成了商标 一到社会通常观念 作为商标 使用在指数商品项目上 消费者不易将其作为商标识别 缺乏应有的显著特征 不易作为商标注册 因此哪怕做一些创意性的修改 只要依照社会通常观念 有可能被视为日常用语的标志 仍然难以作为商标注册 由上可见 将日常生活用语作为商标申请 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 申请人在申请此类商标时 需要对成功注册的可能性 有合理的预期 不过事物都有两面性 显著性不强的商标往往流行 且更容易被公众实际 因而如果此类商标 商标能够注册成功 往往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 另外商标法第十一条二环也规定 钱款数字页的标志 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 并便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 因此如果商标确实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显著性 我仍然鼓励申请人去尝试注册申请 即便被驳回 我也建议申请人 尽量在驳回复资审中提交持续使用的证据 以争取能够获得注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